好 持續帶你來關心新竹的虎林國中 發生的一起重大事故 在昨天下午4點半左右的時候 在虎林國中的校門口 發生了一起一死六傷的車禍意外 而這名死者呢 他是71歲的中性 中性婦人 而在今天下午2點的時候 死者的家屬也都來到了殯儀館 其中呢 下午2點半左右的時候呢 檢察官也陸續了抵達現場 而可以看到畫面中 這個身穿灰色上衣戴著口罩的 就是死者的大兒子 而另外在一旁戴著帽子的 則是死者的丈夫 而這個大兒子他就透露說 其實一家人的感情狀況都相當的和睦 通常呢都會是有媽媽來接送 這個孫女來上下課 而當天呢 其實就是這個死者 載著他的外甥女剛下課 要準備先接回家 等著媽媽來下班一起共進晚餐 沒有想到在途中的時候 卻遭到撞擊而身亡了 而這個大兒子講一講的時候 也表示說 他當時來到現場 看見媽媽蓋上了白布 其實相當的難過 甚至回到家都睡不好 因為都會想起這個畫面 講一講的時候 甚至有一度哽咽的情況 而他也表示說 爸爸也是非常的難過 整個晚上都睡不好 而今天要來到現場 他們也是紅著眼眶 而另外呢 這個大兒子他也透露說 因為外甥女現在人都還在加護病房 因此呢 這個他的妹妹可能會是晚點的時候 才會來到殯儀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